RaiTV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Rai 那Rai今天呢,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台 左邊呢,這台也是GoPro 7 那右邊這台呢,是我新購入的 OSMO的Action這台機器 那這兩台機器呢 我之前已經有發分享影片跟大家分享過了嘛 那我今天這一次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兩台機器到底差一點在哪裡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一個 選購上的考量嘛 首先呢,大家最簡而意見的就是它的雙螢幕 雖然說我這邊這台GoPro 7 是壞的版,它沒有雙螢幕 可是它的最高階版本的雙螢幕啊 它的前置這個螢幕 只能顯示一些,比如說拍照的相似規格之類的 它沒有辦法顯示出前置螢幕來 這個呢,它比較特別啊 它就是直接可以完全顯示 顯示螢幕的這樣子 所以呢,你在構圖啊,在錄影 在拍照的時候啊 自拍的部分,或是跟你一些朋友做一個 大角度的合照的話呢 這個就是非常方便的喔 這個優點呢,我覺得 應該講佔了它大部分的優勢 比如說這個優勢裡面 可能佔了大概一半以上的 因為光是有這個優點 就讓我想要購買這台了 因為當初這台GoPro 它同系列的東西 同價位的競爭品牌 它們也都沒有出前置螢幕嘛 它目前呢,這次已經有出了 其實我原本這次出來之前啊 我比較想購買的是Sony 可是它還是翻轉式螢幕啦 反轉式螢幕,畢竟還是沒有那麼方便 直接做前置螢幕的話呢,會比較方便喔 另外一個呢,我覺得差異也蠻大的 除了前置螢幕讓我覺得差異非常大之外呢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功能的 然後這個功能的話呢 看大家 我是認為是蠻重要的啊 因為這什麼功能呢 是在操作一些機台的一些開機的 怎麼講呢 它處理的速度啦 所以說是差非常的多 那我現在兩台目前都是關機狀態喔 那我測試開機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GoPro目前開機 大家可以看一下時間 我個人認為呢 這個開機是比較稍微久了一點點 那左邊這一台呢 開機的速度非常快喔 一樣我只按一下 它開機速度非常快的 這是我認為這兩台機器啊 在使用上最大的差異點 第二個的差異點在這邊 我覺得速度上使用上來講的話呢 非常的多 那這一點 另外還有一點點 我是覺得說 這樣可能比較不是那麼輕 沒有那麼準確啦 那還是跟大家說明一下好了 左邊的Action呢 用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過當機的情況 都是可以正常的開關機 而且速度還蠻快的 但是呢 右邊這個GoPro呢 出現當機的次數蠻高的 那尤其是一整天下來 必須要強制重開機才會正常這樣子 不過呢 那這也可能是跟我使用GoPro時間比較長的關係 也有一點相關的關係啦 因為我Action剛入手而已嘛 那GoPro這台呢 我用了一段時間了 那所以我目前是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分享 另外呢 就是在操作介面上 使用的部分呢 我個人認為呢 GoPro呢 它雖然做得還不錯 它有四方向調整 但是我是覺得 它的一些動作還是稍微慢了一點點 然後它有 它有一些部分啊 操作比較沒有那麼的直覺性啦 反而我覺得 Action在這方面的調教呢 是做得更好一點的喔 那希望GoPro下一代呢 也可以再更新它軟體 那至於Action到底哪一好呢 我只可以試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一樣我就是按上面的這個鍵 按一下 它就馬上做開機的 然後一樣 它還是跟GoPro一樣做上滑下滑的處理 只是說它每個東西它做得非常好 不是非常好 它的介面啊 比較人性化的感覺 比如說往上滑 往下滑 然後該條的東西它都有了 那所以呢 我是覺得它做得還不錯 而且它在快捷的部分啊 它這邊 把它這兩個按鈕做分開 我覺得它蠻不錯的 而且它關機器是按一下 馬上就關機了 比GoPro有時候在按的時候啊 你可能要按很久 也不一定會成功這樣子 另外呢 GoPro的指示燈呢 這顆前面的指示燈在這裡 那它另外一個指示燈呢 是坐在這裡 我把螢幕關一下 大家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這個指示燈 剛剛閃爍的指示燈呢 是它的第二顆指示燈 那所以呢 正常是前後嘛 當然這可能 跟每個人使用的習慣不一樣 因為像如果我 放在背包夾上的時候 因為我放在背包夾上 是用這樣子夾住的方式嘛 那我要看前面指示燈 的話 跟後面的指示燈 因為我前面的指示燈 會不會把它關閉啦 然後呢 後面我就只能看後面的指示燈了嘛 那可是後面在看的時候 你夾在身上的時候 嗯 等一下拍一下 夾在身上給大家看的感覺好了 這一點呢 Action 不好意思 這一點Action呢 就做得還不錯 因為它前面指示燈之外呢 它前面只能在下面這邊 前面有個指示燈 這邊 在Action的N的旁邊 有一個指示燈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第二顆指示燈呢 不是在螢幕這邊喔 是在上方這邊 而且呢 我覺得它做的融合還不錯 如果我按一下開機 它就會馬上變成 綠燈的方式 所以就很簡單易懂的 看得到 我們目前拍攝的狀況 那尤其是呢 像我要用背包夾 夾在身上的時候呢 固定的時候 非常的明顯喔 我示範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位置呢 大概就是我平常 背著背包的時候 用這個背包夾 夾著固定的位置 那這個為什麼我說 它比GoPro好很多呢 因為呢 我就不用再 特別把它翻開翻去的 我就是要頭 大概往下 稍微第一眼瞄一下 就可以看到它 有沒有正常開機了 這個呢 是我認為它做的比較不錯的 那如果是GoPro這樣子呢 我不管怎麼 怎麼看啊 整個角度上 都看不到它 其實有沒有正常開機運作嘛 因為有時候就怕它當機嘛 那 這要怎麼辦呢 就變成說啊 我常常要把它這樣 往下搬 搬了之後 看它螢幕有沒有亮 螢幕有沒有亮之後 再開始做錄影 那這樣子的方式呢 我是覺得 跟Action比起來的話呢 是差了一點點喔 我認為Action在這方面做是比較好一點 另外呢 我覺得差一點就是它上面這個 額 固定的方式 這個 固定的方式 那 雖然說 這個是我剛剛沒多久啦 那 可是這個呢 我也用了很久的時間了 那一開始呢 我覺得GoPro這個設計啊 說實在的 還不是那麼的好用的感覺 它之前的固定方式 感覺還有一個比較好 就是它去鎖上之後 旁邊有一個 Lock 鍵可以把它鎖住嘛 那目前呢 這個就是直接用搬開的方式 那我原本想說 就是多用幾次啊 多用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變成沒有那麼的緊了 可是我呢 我用到目前為止呢 還是覺得它有點過緊的感覺了 那這一顆呢 這一顆呢 我是目前 幾乎是全新的狀態下 我自己也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現在用左手 因為我右手拿著相機嘛 那我左手這樣 稍微這樣扳開 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然後而且它有固定 但是固定的可以把它打開 而且很方便 不會去像這個GoPro一樣 我拉的時候 常常我的手指啊 指甲啊等等之類的 都會用到有點痛 然後或者說 有一點受傷的感覺 那這個呢 是完全不會的 這個是我認為它另外一個優勢 當然呢 Action並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用過GoPro 那GoPro也有它自己的優點 比如說呢 它的角度 那我兩個比較起來呢 確實是 GoPro的廣角角度啊 稍微比它 稍微寬了一點點 那但是呢 這個就看每個人的用途囉 那因為我畢竟 我對於廣角的用途 我覺得不差那一點點幾度的空間 所以呢 這個優點呢 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還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它的優點呢 是它的那個 GoPro7的內建的縮時的 攝影的 嗯 應該講那個方便的 雖然說 比較專業的玩家 可能不會太過在意這一點 那如果是像瑞一樣 這屬於業餘的玩家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方便的 就是它的縮時功能 它做得比較流暢 比較滑順一點點 可是相對來講 Action它這方面拿做得比較差了一點點 那可是我認為呢 這只是軟體上製作的問題而已嘛 相信這Action以後 再經過一段時間 它有經過調教之後呢 應該還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那我也相信 GoPro8啊 我猜的沒有錯的話呢 應該GoPro8出來的時候呢 就會有前置的螢幕了 那也希望GoPro8 可以把運動程式做得更好喔 因為我覺得 有兩大品牌在競爭的話呢 對於 消費者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好處啦 因為有兩個人在競爭的話 大家都不會做得太差 而且價格上呢 也比較不會那麼硬 那這個價格給大家看看 我這台是不是便宜啦 我這台是入門機 是只有7,990而已 那你如果正常來講的話 都會買到Black版本的話呢 Black版本的話呢 就會 它的售價是15,900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Action的售價呢 它只有單一版本而已 它就只有 1200塊的售價而已喔 OK 那今天 大概簡單的一些介紹呢 在 呃 各位介紹這邊 那這個Action呢 我還有另外購買一個電池管家 那因為 目前還沒寄到 大概 應該可能大約 在幾分鐘說 一小時之內吧 一小時之內呢 就會送到我這邊來囉 那到時候我再拍另外一支影片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大家如果對於 這兩台運動機 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 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喔 大家看 你是否知道 這回答案 我們要不要